往上翹...向中間集中...往上翹...向中間集中... 短...好...還是往上翹...還是有點像中間集中... 其實這個有點像上面的草布 但中間記得喔!中間有樹畫喔!所以這個要稍微右邊一點喔! 很多人都沒注意到喔!等下下去就...哇!黏死了! 空隙要事先留好...寫字就是我們常講意在筆先 先想好...嗯...等下要幹嘛...等下要幹嘛... 剛才提到說這裡有個術畫很雄強很重... 下降...記得我們旁邊拉喔!不要再翹囉!不要看下面翹...上面跟著翹...上面是平的... 好...草...草機的術畫都要向中間集中啊! 術畫...撇都向中間集中...好...先寫撇! 哇!這次弧度很大...先寫...寫得很長... 那...注意這間距喔!間距就是所謂間隔距離啦! 中弓都收緊...旁邊可以伸長喔!但中間的位置這些中弓還要緊啊! 否則你這字就鬆掉了! 右斜工事實上是可以拉長一點沒有問題... 這個...挑上去...然後撇從外面甩進來有點弧度... 那他點他喜歡藏在這個縫縫... 有些書法家在寫外面...他喜歡藏在那個橫畫上面... 這兩個字好像薇蕊吧... 好像國中...國中時候有念過...不知道在哪兒念過... 這兩個字... 國裡面會常出現... 學生時代最好了...記得東西還記得住... 現在一念完...剛剛念的就馬上忘記說... 剛剛念什麼會忘了... 本來剛才有所體會的...一下就忘了... 所以念書啊...都是要趁著年輕啊... 多倍...長大就記得住... 等我們這個年紀啊...看什麼忘什麼... 這叫吃老本... 好...注意喔...他的書畫都有一點小弧度喔... 不要把他寫得硬邦邦... 他書畫受... 嚴正清理影響...有弧度... 這個伸起來有點窄... 因為他長得...把它拉得...高高的... 所謂的窄... 就是說...他的伸縮比較少... 所以伸縮可以往旁邊伸的筆劃叫伸縮... 一般撇可以伸到外面去... 可是看起來撇的並不太長... 是長啦...但沒有想像中的長... 那也一樣... 所以這個字看起來長得比較高... 左右之勢比較少... 這是唯一看起來還稍微有點往旁邊撐的... 不然這個整個看起來比較窄... 好...這個撇啊...肯定是下鼻部的一點... 左邊伸長...右邊呢...右邊比較短... 左邊伸長...右邊呢...右邊比較短... 拉扁... 那...交錯... 後來... 右邊伸長... 左邊伸長... 左邊伸長... 右邊伸長... 折的水部寫的比較近喔 上次這個有出現第二次 第一次也是如此 常常一面比較細喔 這個細的筆畫很重要 因為只有特別細的筆畫 才能襯托別的筆畫 比較輕、比較重 一定要有些輕輕重重的配置 這右邊下面拉的特別長喔 但是還是重的 所以輕的就可以襯托重 下筆不利一點 上寬下窄 上面寬、下面長、收緊 下筆不利一點 它這個固氣我認為它寫的比較扁 看起來視覺效果是偏扁的 只要偏扁出來哪大片 這個 Bret衣哦 出道米粒出道細齊 看起來真的布 незun 來的弱 玄米塔做的粗細真的很誇張 所以年輕人在寫字的時候就勇敢追求 到了年紀大的時候 不管你多厲害 你還是會受到年紀的影響 整個人的動作技能還有視覺美感都會偏向比較穩定 點可以穿透喔 然後往上 這是往下 一個往上一個往下 這叫姿態 這個影響的非常的穩定 所謂非常的穩定 就是它的間隔距離控制的非常的準確 間隔距離控制的非常好 所以人家講人數俱老 有時候俱老是一種熟練 但是事實上老也會出現老的老態 所謂老態就是那整個寫字的氣氛呈現比較均勻浑厚 這叫老 年輕的時候 我覺得年輕的時候可以盡量寫年輕的 該有的面貌 看起來比較敢衝啊 敢變化 年紀大的時候就不需要了 年紀大了 就是寫出一些有韻味 那種感覺 穩定性非常好 下筆不離點 雖然看起來看不太出來 別地方可以下筆不離點 這裡當然也可以 那5的話是先寫這三橫 這是5的標準比順 然後這個束畫不要寫得像電線桿 它必須要有點像中間集中 感覺緊 但是有點像中間集中 它不是平行喔 平行的是叫做欄杆 這個優啊 我個人覺得它寫得非常的穩定又有變化 這最難喔 要穩定然後有變化 很多人寫穩定然後完全沒變化 它在穩定又有變化 你看 連這個束畫是像中間集中的喔 這是它的習慣 然後再下筆不離點 然後又有點包覆之狀 像中間集中 重要 撇直 有弧度 連往旁邊 中間這個比較寫得非常的窄喔 整個都有點窄喔 出現一種窄式 然後你說它為什麼要寫這麼窄呢 我在想說它旁邊有個鈉 所以它可能中間收緊 因為柳工權的中間收緊 四方放鬆 有時候做的會比較明顯 中公收緊 然後這裡再放鬆 這裡再放鬆 這個大搞得有點像麻糬仙壇啊 都頓頓渾圓喔 有時候我追求的人 那會不會是十顆風化所造成的視覺美感 但是我沒有很想要把它寫得像 顏真輕喔 我要向柳工權 讓它稍微再放硬一點 然後 遇到天字形 上寬下窄 聽我 如果你從頭看到我 你就 可以聽到我一下下筆 不離點 然後 上寬下窄 你可能聽到 耳朵都長繭了 希望你長繭的時候有效啊 寫的時候真的 說得到做得到 很多人是嘴巴講講的 你這樣要縮緊 嘴巴也是上鬆下窄 然後寫的老半天還是一樣 根本就沒有縮小 沒有縮窄 這個稍微偏高 偏高偏高 這樣重心就會偏高 嘴巴講的跟手上做的要一致啊 不要像小和尚念經 有口無心 好這個深長 多長 非常長 最長 我們的長短有分 最至跟普通長 那這個是很長 這個是從這邊突出來的 因為你硬要把這個 四個點擠到裡面 有時候不好擠 所以它必須要保持有一點點 那種感覺 這個字應該很多人不喜歡 太難寫了 比較太多了 這種字就是 遇到這種字啊 我都是說啊 你把那個橫劃距離啊 縮近一點 因為上下交疊了以後 能近就近 能扁就扁 這個字其實我認為它寫得太長了 它並沒有把它壓得稍微扁一點點 所以整個字體式偏長 它偏長也沒有什麼不好 寫字本來就應該有大大小小 所以你覺得這個體式略長 略長是因為 它沒有想要壓縮啦 實際上這個字還可以再壓得更 更扁一點點 它寫得真的比較長